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上就要过年了 最近几天大家都是一种懒得上班的心情 摄像大哥 我好像没有在镜头里 OK 谢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导播大哥镜头是不是切错了 我说你们能不能打起精神来 我都感冒感成这样 我都来录节目好吧 总有一种力量提醒 我们不能松懈 胡润研究院昨天发布了2015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 汉能集团的李和军 以1600亿元的身家 成为中国的新首富 而由于近一段时间 阿里巴巴与工商总局的冲突 导致了阿里的股价大跌 马云家族仅排名第三 财富为1500亿元 李和军同志这么突然就变成中国首富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 闷声发大财了 用一首歌来表达网友的心情就是 除了任爸爸 还有任世涵 老公 我找你找得好累 另一种只是赶紧查 李和军的儿子是谁 你们有没有一点出息 他没儿子 就一个女儿 真的 谁 一号男嘉宾李和军 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呢 好看又多近的男人 往往靠不住 二号男嘉宾马云 是一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男子 但我个人更相像于 具体而不是抽象 说人话 我还是看脸了 三号男嘉宾王剑林 那也不错 就是年龄偏大 我只想问一句 你儿子最近找对象不 其实关于胡润富豪榜 大家根本不用太往心里去 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 胡润轮流的富豪榜 并没有什么代表性 你想啊 它记录的都是这些富豪的公开财产 你觉得真正的有钱人 会那么傻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都公开出来吗 而且胡润富豪榜 在09年就被叫做是杀猪榜 因为很多上榜的富豪 都已经进去了 比如04 05 08年 三连八首富黄光玉 所以有很多有钱人是不敢 也不限于上这个榜单的 没错 这也是我个人一直拒绝上这个榜单的原因 但虽然排名不用当真 但上榜的基本都是有钱人 也都是真的 在前天我把这个话题 抛给我的编导们之后 这群屌丝 同意的反应都是 有钱一定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庸俗 你们真的觉得有钱人 像你们想象的一样快乐吗 是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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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人并没有你们想象的快乐 他们的快乐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早前 广州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 因为有钱会招惹别人嫉妒 富二代常常受到孤立 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发育 此外 富二代患有抑郁症 焦虑症 躯体化障碍的水平也比较高 引发网友热议 看来我离富二代 只差有钱了 一首歌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你说他们烦什么呢 车太多怎么挑 牛太多怎么选 还是钱太多怎么花 no no 花钱还不简单吗 你可以学陈光彪 捐捐捐 也可以学王思聪 买买买 实在不行我受累 你把卡给我 帮你刷刷刷不就好了吗 买东西那还不简单 而且最近为了给你们提供新的花钱机会 白酒厂商也是拼了呢 魏纪委现在公开征求一个意见 这意见当中呢 你要批准说在金箔可以用于白酒 主要是程度达到99.99%的金箔 或许呢 真的可以在未来作为食品的添加剂 现在开始是要征求意见 白酒中加金箔 这正常吗 以中国的泡酒艺术家什么不正常 必要吗 新春佳节的时候送点好礼很有必要 安全吗 不加金箔的酒喝的是安全的 其实关于它的安全性 据我打电话向我的化学老师求教之后得知 金作为一种金属元素 人食用过后既不会被吸收也不会沉积 吃完还会随着粪便排出的 朋友们明白了没有 这是在提升史的含金量了 又有一个新的支付录子出现了 一起去当TFBOY 哦不 是涛粪BOY OK 接下来当一个开心的BOY吧 关注一年一度的吐槽盛宴春晚的准备情况 经过了长达近四个小时的终审 央视出满语言类节目 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共有15个节目参与到了审查 最终是10个以上节目入委 虽然看起来我是一个放纵不羁 思想超前毫不守旧的男子 但其实我对春晚还是相当期待的 总有些人会说 看春晚俗 不看你怎么知道俗 在我的眼中 春晚是陪父母家人孩子一起看的晚会 也是和老公一起 一边挑的毛病 一边还看的 的晚会 据说 今年的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将会非常的精彩 每年都这么说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彩排中比较受关注的几个 首先 毕福建毕老爷今年将有新搭档 那老搭档哪去了 毕老爷今年的小品叫感激 感觉谢娜和腰身特别适合参加这个演出 而蔡明姐姐今年将继续搭档潘长江演一个毒蛇 蔡明姐姐之前是演毒蛇的吗 她每年都是去卖萌的好吗 另外曹云金刘云天将表演相声 哎呀据说这是段子手们最期待的节目了 这个段子是我的 那个段子也是我的 还有冯拱大哥连着30年又来了 我想欧洲的各大博彩公司已经为第几分钟出现 我想死你们了 开出了赔率 其实说到冯拱 包括我刚才说的所有人 基本都是春晚的老人了 有评论就说春晚总是些老面孔 是国内取义的后继无人 是中国群众文化创新面临的困境 的确 其实有很多极具实力 却不具备关系的实力派 兼偶像派没有机会上春晚 比如我 你上春晚给人拉幕去啊 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看过春晚 春晚哪有拉幕布的 我是去演观众的 好的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本周国内外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针对之前美国NASA公布的夜晚卫星图批评朝鲜缺乏灯光 夜晚一片黑暗 朝鲜官媒3号刊文回应 社会的本质不是由绚烂的灯光展现的 人家这是将地球熄灯一小时的活动推广开来好吗 据媒体报道 有个别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组成一个团体叫城管帮 日前因为打架兜而被起诉 这是要武装占领美国的节奏吗 这两天网上热传的一张图 场景是在珠海两会的现场 在会者有着在低头玩手机 有的在睡觉 充分体现了什么叫 约前约后 还是一张热图 据泰国媒体报道 有中国游客在泰国机场大晒凶兆 你好意思吗 这么小size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 欢迎关注本人微博 游之东Anthony 时不时由本人验照以及新鲜段子发布 另外要想第一时间了解节目的更新情况 可以扫描旁边的这个二维码 收藏我们的汇总页面 也可以进入凤凰视频客户端查找 又来了节目专区 一起嬉笑怒骂都在时代尖端 好的 我们下期再会